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明天是BOYS 2舞台劇正式公演的日子 大家買了票沒有 幸好颱風走了不會影響他們的演出 如果還未買票的話 立即登入以下說明Description欄目中的連結 買一張票來支持他們 記住買票的時候輸入推廣碼 Steven Channel每一張成人票 可以得到15元折扣優惠 這個舞台劇是說什麼呢 就是一群年輕人 用現時流行的BL題材所創作 裡面有愛、有恨、有歡笑、有眼淚 從中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年輕人成長的時候 是怎樣面對性別身份認同和疑惑的問題 今天我們想說的題目就是誠信 政府也好 公營機構也好 甚至是一間商業機構也好 誠信真的很重要 我也明白 有時候可能一間機構未必真的想說謊 又或者真誠地相信自己不是在說謊 但是由於溝通技巧不足 考慮欠周長 用了不恰當的表達方法 很容易給人一種不老實的感覺 這種不老實的感覺 對於良好管治是絕對有不良影響的 最近一個最好的例子 莫過於是政府怎樣交代 財政司長陳茂波入境時候的核酸檢測結果 陳茂波之前出訪沙特阿拉伯期間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回香港之後就進行了核酸檢測 但是政府就沒有公佈這個檢測的結果 只是說衛生署評定了 他是一個康復個案不具傳染性 不需要隔離 仍然可以出席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這種交代方法是偏離了一向政府的做法 因為過往高官的核酸檢測結果一定會公佈 大家當然會涉而不捨追問 傳媒一直追問這件事 究竟陳茂波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還是陽性 結果事隔了一天 不認不認還衰刑 政府昨天11月2日深夜11點半後 出了一份新聞稿 證實陳茂波在機場的核酸檢測採樣 結果是陽性 我真的不知道哪個決定 原先的新聞稿是怎樣寫的 最初負責交代陳茂波個案的這個官員 或這班官員 以為說一些不說一些 所謂 省些去處理真相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就可以門天過海 避開自以為敏感的話題 這種駝尿式的處理問題方法 真的不單是天真 還是非常幼稚 你真的以為大家公眾是傻的嗎 其實我也不明白他們有什麼好回避 特別是在昨天晚上 政府交代了事實上有這樣的機制 那份新聞稿說 根據現行入境防疫的安排 所有由海外地區或台灣來到香港的人士 都需要在預定起飛時間之前 24小時之內 進行一個快速抗原測試 如果結果是陰性的 就可以向衛生署申報 就可以登機來香港 在今年6月1日起 曾經在三個月內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的內港人士 即使登機前的核酸檢測是陽性的 只要24小時內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是陰性的 仍然可以登機來香港 那份新聞稿指出 根據衛生署的紀錄 在今年9月26至10月1日期間 來到香港的人 有455名入境人士 申報曾經在三個月內感染過新冠病毒 在登機前 是拿到快速抗原測試陰性 來到香港的時候 核酸檢測仍然是陽性 但這群人都沒有病徵 核酸檢測的CG值相對較高 即是傳播力相當低 這群人經衛生署評估 都認為他們是不具傳染性的康復個案 所以是不列作肝感染 或仍具傳染性的確診輸入個案 不需要接受隔離 或是紅麻的限制 就像陳麻布一樣 新聞稿指 財政司長在11月1日回到香港之後 在香港國際機場接受核酸檢測採養 結果是陽性 CT值也是處於康復個案的範圍之內 但始終政府都沒有公佈到CT值水平是多少 亦因為這樣 衛生防護中心就跟著這個既定機制 就是評估他申報康復的紀錄和核酸檢測結果 審視過他臨床的情況 包括沒有病徵 以及又在登機前 拿到快速抗原測試的陰性結果 就評估他屬於已康復個案 不需要再隔離 不受紅麻的限制 既然是這樣 有甚麼理由 原先不公佈財政司長陳茂波的核酸檢測結果 我覺得真的有些奇怪 政府既然有這樣的政策和機制 我騎著騎著 為何沒有大力去宣傳和推廣 請不要誤會 我覺得政府這次這樣做 沒有任何不妥 我反而覺得 政府其實應該早一日放鬆這些要求 只要登機之前和來到香港之後 有快速抗原測試已經足夠 是不應該再要求抵港人士再做核酸檢測的 我唯一想到一個動機 今次公佈這件事 那麼左閃右臂 可能是政府自己都覺得 現行的入境防疫政策和安排措施 根本就不符合邏輯性 即使抵港人士來到香港之後 真的感染了確診 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到時隔離都不會太遲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高的接種率 疫苗接種率 即使感染了病毒 都不會對公營醫療系統造成壓力就行了 這一點 現在這種要求 真的令到很多由意欲來香港的人會卻步 也阻礙了香港回復正常的半腳石 作為港府向外界展示又新冠疫情之後 向外界重啟的重頭戲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昨天早上在3號封球下 按原定計劃舉行 峰會以駕馭市場的不確定性為題目 李家超用英語致詞 當時表示在香港社會暴亂已經成為過去 治安回復穩定 商界和市民對未來的信心日益增加 認為對香港來說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 還說重新會對外開放 隨著政府逐步放寬防疫措施 已經看到香港迅速復甦 還呼籲參與會議的人士 要把握機遇時機 因為這些全部都在香港這裡 現在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時候 把握先機 莫醉落後 特首說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 有一半的與會者是來自海外 有成一百個國際金融機構 其中四十位還屬於行政總裁和主席的級別 他預告因應金管局成立三十週年 明年會同一個時間搞多一次金融峰會 老實說 短短兩天的峰會很難帶來甚麼實質的改變 不過峰會是可以給外國的商界了解到香港現況的契機 也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媒的報導 但最重要的仍然是政府的後續政策 包括兌現李家超在會上指的香港正在服上 放寬入境檢疫措施 去到零加零是必定要實行的 還要快點實行 不少學者都認為政府應該要在年底前放寬 如果再拖泥帶水的話 就會令外國商界失去耐性 毫無疑問很明顯 其實要追落後的是香港 不是外國的投資者 我們的競爭力已經是落後於新加坡 和迪拜等等的城市 內地開不開關和和我們通道關 不是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內 但是我們何時和國際社會通道關進行商業活動 伏常應該就是特區政府可以調控的範圍之內 防疫措施的鬆和緊也應該是政府範圍之內的事 港府真的要急起直追 聽聽專家的意見 盡快放寬防疫限制 好了天地涼了 又變得乾燥了 是時候要滋潤和進步一下 知雲有禮有滋補的即飲湯包送給大家 大家只要在以下說明的欄目 按一按發再生的連結 填寫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你就可以了 今次除了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和免費療程服務之外 還可以得到一包貴完美養生強體 是滋潤養顏的即飲湯包 飲用這款湯包是很容易的 最適合繁忙的都市人 加熱3至5分鐘便可以喝 絕對沒有添加微漬 沒有防腐劑 沒有人做色素 也沒有額外添加鹽 採用了高溫高壓滅菌技術制性 可以常溫保存 今次真的可以由內令到外 如果你很想買多些這些湯包 都有一個好消息 頭皮檢測之後 你可以以八折的價錢購買到這些湯包 這些湯包有很多養生強體的功效 一起看看究竟他們有甚麼好處 到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湯水喝一下 多難 不過不要緊 桂圓美有新的產品推出 桂圓美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美也照顧 他們有五種湯包 健脾 健肺 保腦 去痰 保護喉嚨 各式其式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沒有味精 也沒有鹽 相當健康 而重點就是 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裡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買的話 很容易 上去HAE Shop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在生的中心 或者是桂圓美的中心 修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也可以